民数记第31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 然后要归到你本族那里去 摩西对人民说 要从你们中间使一些人武装起来去作战 攻击米甸人 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 你们要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美之派打发一千人去打仗 于是从以色列千万人中 美之派选出一千人 共有一万二千人都武装起来去打仗 摩西就打发美之派的一千人去打仗 并且派遣以利亚萨祭司的儿子 菲尼哈与他们一同去 菲尼哈手里拿着圣索的器皿 和吹大声的号筒 他们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去与米甸人作战 杀死了所有的男人 在那些被杀的人以外 还杀了米甸的五个王 就是乙卫 利金 苏尔 护尔 和利巴 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 以色列人掳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 又掳掠了他们所有的牲畜 羊群和财物 并用火烧了他们所住地方的一切城市和营寨 把一切夺来的和掳掠的 连人带牲畜都带走 他们把俘虏的人和掳来的 以及夺来的东西都带到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和耶利哥相对的营地那里 交给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以色列的会众 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会众所有的领袖 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 摩西对作战回来的军官 就是对千夫长和百夫长发怒 摩西对他们说 你们让这些妇女存活吗 看哪 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 使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世上得罪耶和华 以至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身上 现在你们要把所有的男孩都杀了 也要杀死所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妇人 但女孩子中 没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 你们都可以让他们活着 你们要在营外驻扎七天 杀过人的和摸过死尸的 第三日和第七日都要洁净自己 你们和你们卤来的人都要这样行 你们也要洁净一切衣服 皮具 山羊毛汁的物和木器 以利亚萨祭司对打仗回来的冰丁说 这是依和华吩咐摩西的律例 金 银 银 银 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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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能够金火的东西 你们都要使它金火 就算是洁净了 但还要用储污水洁净它 不能金火的 你们要使它经过水 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 就为洁净 然后呢? 可以禁营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和以利亚萨祭司 以及会众的各组长 要计算俘虏的人 和略得的牲畜的总数 你要把略夺得的 分为两半 一半给出去打仗的人 一半给全体会众 你又要从出去打仗的人 所得的 无论是人、牛、驴 或羊群之中 抽出五百分之一 做贡物奉给耶和华 你们要从他们那一半中抽出 交给以利亚萨祭司 做耶和华的举计 从以色列人那一半中 无论是人、牛、驴、羊群 或是各样牲畜 都要抽出五十分之一 交给负责看守 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于是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照着耶和华 吩咐摩西的行了 略得的东西就是打仗的人 所掳掠剩下来的 共有羊六十七万五千只 牛七万两千头 驴六万一千头 没有与男人发生过关系的 妇人三万二千人 出具打仗的人的份 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 羊共有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这些羊群中 归耶和华做贡物的 有六百七十五只 牛三万六千头 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七十二只 驴三万零五百头 归耶和华为贡物的 有六十一批 人口一万六千 归给耶和华做贡物的 有三十二人 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把贡物就是耶和华的举计 交给以利亚萨祭司 以色列人所得的那一半 就是摩西从打仗的人 取来分给他们的 属于会众的那一半 有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 牛三万六千头 驴三万零五百头 人口一万六千 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从属于以色列人的那一半 无论是人口或是牲畜 都抽出五十分之一 交给负责看守 耶和华账目的立位人 统领万军的军长 千夫长和百夫长 都来见摩西 对摩西说 你仆人手下作战的士兵 已经计算总数 没有缺少一人 现在我们把耶和华的贡物 都送来了 就是我们个人所得的精器 脚链子 镯子 打印戒指 耳环 手串 好在耶和华面前 为我们自己赎罪 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就收了他们的金子 就是各样金子 做成的器皿 千夫长和百夫长 献给耶和华 为举计的一切金子 共有两百多公斤 士兵都各自夺取了财物 摩西和以利亚萨祭司 就从千夫长和百夫长手中 收了金子 把他带进会幕里去 在耶和华面前 做以色列人的纪念 一的明月 给予的理由 就来拍摄 介绍 凭来拍摄 日和华面前 一的明月 此凭来拍摄 那一的明月 就来拍摄 在这一点 而一的明月